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北地联播网财经关键晚报 现在进行的是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欢迎我身边这位是最能掌握 股市精品股的股市达人 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我先来念一段话给大家听 GB200出货建在闲上 郁邦拿下独家订单之外 还有这档也拿到认证与大单 是不是很想知道是哪一档呢 答案就在郑老师LINE的官方账号 今天早上的最新的资讯里面 如果有加LINE的投资人 你就可以在最快的时间跟上来了 所以我认真的提醒大家 一定要把郑老师的官方LINE加起来 因为他对大家的投资是一定有帮助的 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最佳的赚钱工具 好 现在我们就马上加起来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是唯一官方LINE的ID 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在LINE的ID搜寻打上 小老鼠 英文字母的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再说一次哦 小老鼠S168178 他不是聊天室哦 只有1对1 所以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可以直接留言 请郑老师给你最好的投资建议 好 今天的大盘指数是红的哦 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要怎么布局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股市达安 7 6个百分点 是 那就带动了今天的AI相关股票 全面做一个反弹 嗯 那美国的台股电ADI也涨了2.85% 嗯嗯 所以今天台股呢 就顺势早盘一度啦 最高是涨198点 嗯 那目前录音的时间大概12点25分左右 大概是剩下大概涨60点 是 不过市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就是说之前都是涨一些大哥嘛 嗯 什么台积电啊 红海啊 联发科啊 对 广达啊 那今天很明显的盘面中的涨 涨势就以所谓的中小型骨 为这个 最活泼 对为盘面中的焦点 嗯 那从类骨植物来看的话 就说哎 家全植物其实涨不多嘛 是 大概涨个大概Linear 2% 嗯嗯 那ODC今天大涨了1%哦 嗯 那1%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台股要涨1%的话 要涨200多点嘛 是 那现在只有六五几点嘛 那ODC涨了1% 就表示整个市场的资金 已经开始又转到所谓的 重要性股为主 是 这又跟我们之前的 推估是差不多的一个走势 嗯 那这个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 是 因为 呃 常常指数在冲关一些重要的整数关卡的时候 一些大型的权重股哦 嗯 常常都会出来 哦 把那个指数扛过去 是 那冲关完之后 这些大型股拉回做修正的时候呢 空间就会浪出来给重要型股票 嗯 那以往大致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想这一次也差不多啦 是 所以今天ODC的部分很明显就强于大盘的部分 主要就是重要型股全面的一个走强 嗯 然后 汇达是强力反弹6.7%嘛 嗯 那GP200 因为现在 呃 这就是 台电陆续在交GPU嘛 嗯 那黄仁勋在上个月的这个 来台湾的Computex 应该是这个月初啦 嗯 6月初 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嗯 呃 台电的这个 B200的相关晶片哦 现在陆续一直在交货 是 那B200是 两颗B200加一颗CPU 那组成一个叫做 GB200的一个这个 CPU加GPU的一个模组哦 嗯 那台电目前交货的速度是还不错 哦 那第二季陆续就交货了 嗯 所以GB200相关的伺服器 预期在 的第三季应该是 呃 9月份会看到开始出货 嗯 什么鸿海啊 广达这些 陆续都要出美 超微陆续都要出 哦 那他会成为 挥达最新最强的护城 二赫 因为他的处理的效能 哦 这个远比其他的同业要快的 太多太多了 嗯 所以他会让对手更难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就说股价连续 拉回三四天之后 这一反弹就是6.7% 因为 目前看起来真的没有人可以挑战 挥达 嗯 哦 所以他的市值已经来到三兆美金了嘛 是 我看甚至国外有一些分析者认为 挥达外来的市值 甚至可以看到五兆六兆的美金 嗯 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嗯 因为三兆美金就是一百兆的台币 嗯 大家知不知道台股现在的市值也只有大概70兆 是 而且过去是 呃 这个一年呢增加了不少 嗯 那我记得这个大概 大概比如说十年前台股市值大概只有30兆左右 嗯 现在已经70几兆了 对 但是人家 一个挥达 微软 嗯 Apple 嗯 挥达都是三兆美金 嗯 如果真的未来涨到比如说四兆五兆或者六兆 哇 这个真是难以想象 嗯 真是富可敌国 是 那我认为这样的想象是 不是说没有机会 嗯 因为AI的这个推荐速度越来越快 哦 生人士的AI未来可以帮大家做的事情真的越来越多 嗯 可能可能未来大家都不用请家教 对啊 就直接 透过AI 对啊 那个Chap GPT 直接问他 FORO 就是说他是一个语音的AI 是 他可以跟你非常流畅的对答 嗯 你甚至可以拿一个数学 然后请他 用各种方式来解释给你听 嗯 或者是你可以 请他教你英文什么的 对 所以未来 很多工作可能会面临挑战 对 劳动也被机器人取代 要跟机器人抢工作 对啊 因为他的反应实在是太快 嗯 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念台大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会去当家教 嗯 就打工嘛 对 那我记得因为那时候 台大还算可以嘛 嗯 所以一个小时 我那个时候 实习 我八十几年的时候 一个小时还可以有五百块的一个实习 哇 很高耶 就在那个时候算还不错 对啊 那 未来可能搞不好 所以学弟学妹都找不到这些工作了 嗯 因为 Chap GPT 问他就可以了 就可以帮你做了 嗯 所以我就是说 这功能越来越多 所以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运算 嗯 那他也会耗越来越多电力 所以最近一些绿能股股价也都是大招 对 好 那我要讲就是说 嗯 那 呃 当整个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那他会持续的推升 挥打的股价往上 嗯 哦 那所以说 大家不要怀疑 AI还是台股最强大的主流 是 那预计九月份开始出这个GP200伺服器的话 今年的出货量 我前两天我就说 据我最新得到的消息是 今年整体出货量会上修超过一万台 比原本预期多一万台 嗯 所以整个供应链现在是会全面动起来 是 那为了九月份的出货 现在整个AI伺服器的供应链 GP200供应链会全面动起来 为了九月份的出货 开始全面的备料 嗯 所以相关公司 大概大概第三季的业绩 就一路开始水涨船高了 嗯 好 所以整个台股的趋势非常的明确 还是以AI为主 是 保持说他在一个轮动 嗯 那随着GP200的备料 那今天像水冷龙头股上双红旗红高利 今天股价也都大涨 大概有3%4%5%左右 嗯 那当然这些本来就是龙头股啦 是 随着备料 哦 那营收的走升 我相信股价这一波有修正了一两个礼拜以上 嗯 那一定都有反弹空间 是 但是这一次我要推荐的倒不是这些龙头股 我我要推荐的是3483的励质 哦 3483 我认为再来他应该有机会去逐步追上这一些AI的龙头股的一个股价的价位表现 嗯 因为立志原本是以这个Nobuq的散热为主 是 Nobuq散热为主 嗯 那这个部分这个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Nobuq的散热叫SVC的这个散热片 嗯 它可以取代风扇的散热 是 那单价毛利也都比较高 嗯 那随着Nobuq进入旺季哦这一块也会带来一个营收的动能 是 那最主要的新题材在于就是说第四季它也要出水冷的散热的新的产品 嗯 那这个部分第四季一旦出货的话就会带动今年整个营收在第四季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加温 是 那 那全年的获利大概上看九到十块钱 嗯 比去年大概八块钱呈现一个小幅的成长 嗯 但重点在于就是说水冷是今年第四季才出 是 明年会整个放量 嗯 明年第四季还有进摩式的水冷产品要出 嗯 它就会带动明年的获利以最保守的估计来说的话 明年应该就有25块 是 那乐观点可能就超过25块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嗯 那以今年来说双红其红其实乐观点也就差不多20块钱 嗯 那股价都已经涨到八百九百了嘛 对都快要到千元股了 那以今年有机会赚10块钱的励志 对 那股价现在也才210块钱 对 那我们不要说跟双红其红比 我们就跟这个获利跟他比较相近的高利好了 是 八九九利的高利低级的获利是1.44 嗯 股价今天大概是490块 嗯 那励志的部分呢 低级赚1.61哦 比高利的1.44来得更高哦 嗯 那他的股价是多少 是210块 当然以前大家认为说 因为高利就是说他是水冷股嘛 对 水冷散热嘛 嗯 所以市长给的本益比就是这么高嘛 嗯 那励志以前是所谓的诺博核散热为主 嗯 那问题是第四季他就变水冷股了啊 对 那 我获利还比高利高哦 嗯 那结果这个你看这股价差那么多 是 一个490一个210 对 所以 当然高利我认为还是会涨 是 因为再来应该是比如说六月份营收加温 七月份 水冷的出货的贡献度会更明显 嗯 那营收应该跳得更快 嗯 所以我相信股价是有机会回到前面那一个537块高点附近突破是有机会的 嗯 那由此看来的话那励志股价空间更大 嗯 因为他的获利今年就比高利高嘛 是 明年恐怕会比高利高很多 嗯 而且他股本还比高利稍微小 呵呵 所以我相信未来他的空间呢会比今年已经涨很多的双红其红跟高利 要大的相当多 嗯 所以我相信他是现阶段最被低估的水冷股 是 而且是有数字的水冷股 嗯 这是3483励志 所以这个是目前水冷股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新的一个推荐 好 那被用一件我还是看好它成为新主流因为也是一个AI的带动 是 所以我们这边首选还是在于6449的育邦 嗯 那今天盘中最高涨到166块半大概涨6% 是 那也非常强势 嗯 那昨天又配息2块3嘛 所以你交回去就是168.8元 那前天的高点是173.5 那今天高点是168.8 其实就差不到5块钱 是 所以我认为要随时挑战这个173.5的这个天价 嗯 那应该是随时都有机会 那为什么看好欲邦呢 因为它的电容产品有一个编号叫做SPCAP的啊 这样的型号的一个电容产品 嗯 那每一个NVIDIA的GPU需要用到这样的电容产品 每一个GPU要搭配20颗这样的电容产品 哦 那呃毛利率是高到50% 哦 那以欲邦来说呢 嗯 它是独台厂 台厂 独家拿到NVIDIA认证的公司 嗯 所以台湾只有它 嗯 拿到认证 只有它能出 只有它的订单 嗯 毛利率高到50% 那你第一季预报毛利率是30% 嗯 那这一颗独家认证 那这一颗独家认证 独家认单的 呃这个NVIDIAGPU200的这个认证的这一颗电容 嗯 毛利是5成 是 所以随着GPU200准备要大举备料 那后面只要开始陆续出货的话 嗯 那这一颗的毛利50%的这一颗产品将会强力带动公司的业绩走升 嗯 那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讲 是 独家的 嗯 股价都是最标的 最标 嗯 而且 因为只有它有 而且独家不是说独家给Intel Intel就训掉了 嗯 独家给GPU200的这都不得了 嗯 这是市场最强题材 是 所以独家都是最标的 嗯 那 那 目前 今年的估计是获利大概有大概7块钱 嗯 去年是3.73 嗯 那明年就有机会看到14块 所以几乎是 今年比去年大概翻倍 是 接近翻倍 那明年再翻倍 翻到14块 嗯 所以以这样的一年成长100%的公司的话 我相信本业比由25到30倍并不过分 嗯 所以假设赚14块你乘25或者乘30 你都知道就是说哇 这个股价未来是有翻倍的空间 嗯 所以这个部分除了当然国具也很好 外资都看900块了 是 但是相对来说我认为 这个育邦因为是独家的订单 嗯 我相信这个股价的表现空间会更为强大 好 那事实上今天股价是大涨了 对没错 那IP股的部分持股6695的新顶 早上是一度创新高82块3 对 才稍微就拉回 是 那去年只是喊说要跨入ESIC股价就涨在99块半 嗯 那这一次是真的拿到日本新创AI公司的ESIC订单 那我相信后面会有更多日本的ESIC的一个布局跟订单要进来了 嗯 所以股价超过前面那个99.5元高点我认为是早晚的事情了 那另外经营科就持股这个今天是小涨 对 那持股续报 好 明年64未为人处理器会量产 这个市场会很大 因为大陆行政电脑是被下精灵说不能用Intel给AMD的 所以这个市场很大 嗯 那PCI则是更大利多 那就等待公司的这个路障开案 是 那股价就会喷出 好 这边就持续的耐心等待 好 然后最新布局的有育邦之后 嗯 今天全新进场的一档机密股 刚好又是三开头 跟那个3483立志一样 对 就是很多代码都差不多 是 所以大家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猜啦 高手你猜你猜到了 你就自己去操作看看 那不要乱猜哦 猜不到的 我想你就加入郑老师的Line 没错 好 那我想很多相关资讯在Line里面都会比较及时的在盘中就做一个呈现 对 我们Line也正式更名了 而且它很简单也很好记 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然后在你的Line的ID的搜寻 打上小老鼠 然后英文字母的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你就会找到郑老师 直接把它加起来最快 是的 所以股票不用拆 加入这场是Line 是 会给大家福利 对 没错 还没公开的 如果你有加入我的Line 那 有达成我们一些小小的一些通关密语的话 那你就会得到一些福利 就有机会跟着先上车 是 好 那在郁邦大涨之后 我们选拥布局这一档新的精品股3XXX 我说它是一档必买的精品股 是 因为它就跟郁邦一样 也刚刚确认拿到NVIDIA的GP200的认证跟新的大单 所以郁邦GP200认证独家订单 对 这一家也是GP200的认证跟订单 对 而且是确认 而且确认 这两家都确认 都是确认的 然后目前呢 这一家币买新品股3XXX 董事长自己说 AI客户最近追单非常积极 而且呢 不断的要求说 希望把交期提前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照 照下单的排序 可能比如说交期 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但是客户很急嘛 所以 对 就这个下单非常的积极 就很急嘛 那简单讲就是说客户就是说 我现在很急啊 因为我急着要出货 所以零五件赶快给我 是 价格归一点也没有关系 赶快出货给我 我赶着要用 赶着要出货 所以这一种就是说 下半年啊 本来就是忘记嘛 那他们又有AI的客户 那你要知道说 AI就是未来这几年 成长幅度最大的产业嘛 是 那客户又积极追单 价格又好谈 那又希望交期往前 所以可预期的第三季度 整个营收就会一路往上走 是 大爆发 所以这种都是下半年大表股 是 就像六四四九的玉邦一样 没错 大家已经 遗忘被动元件这个产业多久 结果没有注意到的是 怎么玉邦这一波 默默的哦 对 他就从大概四月份的时候 股价还在大概不到一百块钱 是 到这个礼拜最高已经涨到一百七十三块半了 嗯 好快哦 所以就代表就是说 其实AI它的一个 需求的一个辐射的效果 它正在展现在不同的产业 在扩张中 嗯 所以你不用一直在追说 已经涨多的机器人 涨多的CPU 或者是涨高的水冷的一些相关的股票 你不用追嘛 新标股很多 新标股很多 因为一个一个 比如说什么连接器的啦 被动元件的啦 什么PCB什么 大家都有机会 对都在轮奖中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抓一个轮动了 嗯 好 所以这个预防之后的新的 这个金瓶股 是 这是下半年的新标股 那就是一定要来买机 好 所以加LINE的福利 对 所以我的LINE就很简单嘛 是 小小鼠 S168178 对 就是让大家一路发一起发 嗯 所以只要你在听我们广播完之后 你就在LINE输入小小鼠S168178 就可以加我的LINE的官方帐号 嗯 盘中11点多会有最及时的盘中的看法 是 我会po文章 嗯 对你一定有很大的操作上的帮助 没错 那加入的不管新朋友或旧朋友 只要留言 168178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我们就会给一组明天最新的标股密码 50个名额发放这最大福利给大家 让你跟上最新布局的脚步 谢谢老师 50个名额照顺序 留言记得我们的通关密语是168178 新旧朋友都可以留言 照留言顺序发放给50个名额 明天就要来上车的最新标股密码 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师达人 正在总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听众朋友今天要来发放LINE的大福利 不管你是新旧朋友 只要加郑老师的LINE 在我们的LINE里头留言 听好了通关密语是168178 50个名额照顺序 明天要来上车的最新标股密码 发送给你 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 在你的LINE搜寻 ID是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英文字母的S168178 再说一次完整的ID哦 小老鼠S168178 赶紧加起来 记得通关密语 需要留下168178 然后照顺序 50个名额要来发放 明天就要上车的最新标股密码 赶快先来证这一档 新旧朋友都可以来索取 把握机会 还有今天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也欢迎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择取福利 0223628000 投资方法这么多 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股市达人 郑瑞宗分析师 深入产业掌握第一手资料 结合国际经济动态 跨市场分析 带你布局投资下一步 小钱赚大钱 拨打 0223628000 0223628000 脱胎换股就趁现在 大华国际102年 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